因为我们队伍新来了翔哥嘛 然后跟我们最近的磨合还是关系都算还不错的吧 下场面对赖的选手的话 因为他上台机表现得非常出色嘛 然后我们所以也会更加想方设法的 然后通过一些战术上去可能会针对他吧 然后打得好一点 能不能启动的话 就希望自己能表现能不负队友和大家的期待吧 就今天来到一个新的队伍嘛 感觉对我们回来是挺不错的吧 但其实我们训练时间没有那么长 就还需要好好调整就在做准备吧 感觉RNG战队就下路也是今天不强吧 就感觉他们今年是非常的强吧 就打他们的话 感觉还是需要把每个状态调整到最好去打吧 感觉他原来是一个比较激进的选手吧 看他是挺能操作的 对他对性的话 比赛上应该也会非常的激烈 永恩吗 宾选选手在最近的排位里面是又使用了一场永恩 真要玩吗 真要玩吗 我感觉永恩不如建模或者拦步 那场永恩2-11我看了一下 主要是永恩现在已经不是数值怪了 已经上路调到了T4吧 他那个盾被砍了一刀 对那他那个盾被砍了 应该是一级直接砍了40点盾 对的 因为之前那个盾实在是太厚了 都差不多 牛牛和女毯都差不多 如果是牛头的话 两边这个阵容选下来团战的画面都挺立体的 都是一个打团的好手啊 尤其是在对于左边来讲的话 他们只要在前期稳住 发育到中后期 这三手 甲克斯沙皇和霞 都是非常能打的 而对于右边来讲的话 刚才两位也聊到了 就在中期的团战中啊 这个未配合上 Niko对于团战的毁灭级程度还是非常高的 看一下汤圆到底能不能启动啊 沙皇 能不能发育起来 那边辅助友好碰面 AD就没那么友好了 因为对卡莎来说 但被连A的四下很难受 很重 好能忍 第五下这都能忍住 不过是因为他 但还好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还早 所以回程的话还是可以直接回去的 A2级抓上 所以去三脚草那边给了一个眼 下路也是一级正常的一个换血啊 互相打一波 脚引燃 想把你血量压低 但是这电枪被打出来了 这里其实对于明来讲的话 血量更低一些 是 因为卡 上路想去断兵线了 能断到吗 扣三斩一下 但有反击风暴 也管他了 没不踏到 拮摸到了下路来看一下 但是这里三级想来一波变奏 看有没有机会啊 这个RNG下路还是比较谨慎的 但是后续跟WQ闪 直接命中了林伟强 林伟强的位置好像有点危险 直接Q闪过来好像地上被晕了 但后续林伟强这个倒狗闪往后拉 再A一下 强强的效果被打出来了 还在回 一丝血 杀掉马鸣这里 哎呦 再刷一下自己被Q起来了 还没有死 电枪打完之后 强强的一个效果又打出来 Elk最后一磁血 占到了最后 而且Elk第一时间那个血量 是比较危险的 嗯 这里在野区的F6遭遇到小V 红buff打蓝buff 可以追着打 但是珠妹这里感觉也不会被打死 能不能打个闪出来 没Q到那没机会了 还是得小心点 没闪的话 魏再来还是会吃 遇到了 残疾倒刺打到了 有点危险 流沙一行飘过去 大厅里 最后皇帝单狗 哎呦 杀兵的距离更长一点啊 完成了一波中路的对位单杀 在雨里面跟兄弟们说 兄弟们这把我C 冷住 单吃 大家看一下这波 其实Night这个残疾倒刺 已经是非常精准了 他是通过小兵 然后后续的一个延伸的残疾倒刺 打到了沙皇 要弹出来那一下沙皇飘走了 但是沙皇 是的 最后这沙兵那个距离没有走出去 小微这波 绕到了后方 小微这里Q上来了 等下CD 在等沙皇过来 三个人 来了来了 看这波兵怎么操作 八级的兵直接大手甩到了 那感觉没什么操作空间了 三到一 过去之后开起了大面 但后续长元也过来 给推了过去 二百血怎么操作呢 想了一下 滑过来再Q挑战 没办法了 尽力了这波 而且视野上刚刚是看到小明才 又想到了 又想到了 估计重施吗 没有展现的 反击不好晕完之后 想打一个碎冰的效果 打出来了 伤害打得还挺高 但是有一个铁板靴 所以一天扛了很多的伤害 但后续丁轩大招锁到了 锁到了贾克斯 最后Q2打完之后 Q3拿到贾克斯 被想先给拉开之后 一个跳战 直接将其收入囊中 那这样薰的位置好像就跑不掉了 所以打完之后 反击不好二次赚好 跳战能好吗 明也过来 成绩减速 最后拿到了DoubleQ 给到了布瑞斯 哇 这波 想放龙抓上 应该是 他们把下落龙的一个视野 是先放弃掉的 卡莎是有大招的 可以让卫先手 反大招开起来 那Q3找完之后 回点血 并回的并不多 感觉要被反杀了吗 被拖 闪现 直接往前去截一下 但是后续 还是被Q2给收入囊中 拿到一个终结人头 找他把两边小龙控的也比较慢 是 就17分钟一人一跳 Q3换点血 两边都在 人都在 这个甲眼还看到了小微 但是一向Q闪 锁到旁边两个四个人要死了 Q1打完之后Q2直接斩掉 人头给老牛 但是后续 小明和另一强过来之后 也没办法去收到这个兵 前期 拿的那两个人头 优势已经没有了 这个甲眼很难受啊 看到小微在槽里面 就其实是有看到的 但是也很相信自己的控制链 能衔接上 能直接把他秒掉 是 下路打起来 大楼开完 又找到了 这个伤害直接灌死了 最后人头给到艾奥 所以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小控制 去找一些风险不太大的机会 而且这把小微确实很难找到节奏 因为边线基本都是一个发育的状态 所以他自己 牛头直接开起来了 就一打完之后 他还是飞进来 想去打一个收割 但后续BRACE还挺能打的 但第二时间反对方要快好了 不是才在扛 扛完之后给他往后拉 扛完瑞尔稍微吸了一下 耐着 但是这位置还是更多有会合 但后续一个W科二连挺起来 小明脚闪前往后拉 而且这把确实 节奏可能比起第一把来讲 车会要慢一些 试野这边被逮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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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了 这还要对吗 应该很难留吧 太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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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野这边被逮到了 有时候 这个位置没有大招的 没有大招的 这次被鞭子给甩到了 可能要被逮到了 能流吗 被逮起来了 但是距离不太够了 大招直接甩不定闪现 鞭子甩一下 感觉得平手了 应该是打不了了 可能要海克斯闪绕后了 在这个墙边 在等待一个时机 而且兵也往后撤 等待一个TP的位置 但你现在再不开的话 中路兵现在被RG推过去了 坐门回去 感觉得 来了 大招直接被秒 康宁直接被秒 这边开得太好了 焦闪键躲开这个地狱铁处 而在后续的位置 兵也进场 QR斩掉一个之后 刷新了木刃 兵也开始了收割模式 而在后续狭也被解决掉 这边团队感觉RG要溃败了 团队到处的命中的人 强行换掉一个卡扎 但自己怎么跑到 焦闪键完之后 兵这里想全去追 但坐着传送门 被后续的持续伤害给打断了 Breece 兵还在找 在找 在找 镜草 想来一个一切幻影 但后续想去再去打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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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赶来的牛头 也没有分到这位羹 被剑魔斩于马下 没有人能去帮助他 小明这个位置 被冲拳打了一下 A爆炸果实过去 正好把薰也A了过去 但现在薰的装备很好 还有块表 所以在野区是横着走 韩基这里想开支援的Alk 诶 正面老牛被牛到了 但是有二十大招 打得还是非常顶的 曼天飞宇开了出来之后 卡扎想去进场 后续一个闪线拉完之后 大招直接锁 这波是没有大招 直接把林美翔给锁死了 而明也被一刀给斩于马下 正面的小薰被卡扎一直叠电将 最后应该是交闪线逃脱了 才能让这个团战 自己的生存空间才会好些 下路还要约 Nite是有大招的 但这里剑魔感觉死了 这波剑魔出事了 DX3 DX3 小打招 大到两个妈 大到一个人 大伤害并不是很高 但后续想去扎一个V 汤圆的输出环境还可以 两下爆爆完之后 这波好像出事了 对标记 汤圆这波的输出环境很好 没有被卡扎 想一次再收一个想来一波帅的 想去跳旁边躲开那个牛头Q 点完看之后再赢一下 人头看给谁 人头还是 尔头给到汤圆 对RG来说 稍微小心一点 在野区的时候被单点控制 哎 马上飞过来 电梁能打出来 马上飞语交出来 李美香的反应也非常激动 但后续一个一技能奔无虚空 但还是被找到了 感觉一下Alk被秒了 真的团战把这打不了了 杀黄双杀 再吹一下 拿到了Unstoppable DoubleQ给到了汤圆 还想继续追 留住了 但贾克在旁边 一直在狂带这个二塔 正面团战还是很难打呀 但是旁边收掉了一个ADC 还行这波止损 差不多 现在RG打团 确实更好打一些 我们来看这波团战 Alk命中到李美香 想来第一身打个爆发 瞬间秒掉李美香 而且有个真眼的一个视野 他其实知道猪妹的位置的 他其实注意力也很集中 你看他飞过来瞬间 直接叫打招了 让卡莎的第五个电枪没有打出来 对 还是因为卡莎自己没有闪现吧 如果进场这样秒不掉人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猪妹跟瑞尔反手开到 但这波标记想开团的这个想法 也没有太多的问题 因为确实贾克斯在上路 一直给到兵线的压力 这波好在是Night选手这里 而且旁边没有队友的 懂不懂有没有机会 该有被发现 有没有机会 看出来了 哦 这波被看出来了 感觉Night的地上已经要闪现了 火箭到以后一个金身 但贾克斯就进场了 贾克斯看见了自己的金身 后续Night的大招没开出来 这边秒掉了 漫天飞雨交出来之后 往后拉想去找Elk Elk的位置也交了个金身 而在旁边推到两个人 现在还不错 上来爆表了 直接启动 那这样 感觉可以一波呀 出路的兵线也已经带进高地 哇 这波真没想到 给看出来了 我看小地图上蓝色光 一直在拼那个小兵的信号 在数兵 想一波 应该是一波了 这肯定是一波了 两个人 能不能守住 没有打到的位 这里在锤上去之后 打一套 打的伤害还可以 但是后续二 门压塔直接被点掉了 春哥甲被点出来 只要A水晶就可以了 还想去打 压一个起身 压完起身之后 这边只要A这个属水晶就可以了 我们也恭喜RNG啊 在今天第二场比赛 是翻回城 目前战成一比平 恭喜RNG 请不吝点赞